就排得很整齊,不要排整齊 啊這不是越南 他是河內的河 不是啦 這是淡水河 這是淡水河 對 這在那個 那個哪裡啊 老師,淡水河哪有那個啊 有啦 在那個 沒有很多 我在巴黎裡面比較多錢 沒有沒有 他在淡水節音站出來而已 在旁邊啊 那個碼頭再往裡面走一點 他旁邊這邊是那個 對 殼牌倉庫 對對對 對對對 那是殼牌倉庫啊 就是 淡水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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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那個 淡水收到在這裡 淡水收到在這邊 淡水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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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水這裡很大 你就要下一個 你就要下河 對啊 你知道你的船畫很大喔 對啊 主要是畫出來 你就會畫大一點 沒有關係 我們這邊整個都把它畫上去 反正是以船下面為主,我們上面不要留太多也沒有關係 如果說你想要整個都畫的話,你可以試試看就是畫四開的 老師,那像說我們以船人為主的話,我把房子縮小可以嗎? 可以啊,可是它會有個比例的問題 就是說我們的印象當中船的大小大概就是這樣 當你房子縮很小的時候,我們會感覺不成名 所以這個你也是要注意 不是說只有縮小而已 你還要稍微呵護一下那個比例上面的問題 否則它大小 那你是不是覺得房子比較遠嗎? 可是它其實沒有那麼遠,因為它其實離蠻近 除非你刻意要拉很遠 對,倒是可以 其實淡水河那邊還蠻多可以畫的 蛤? 不會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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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不會畫呢 這邊有一些水筆仔 紅樹林 就沒有,就是沒有那些水筆仔 很煩的。 會不會畫呢 就是沒有,她也會不會畫。 我們在岸上的水筆仔 會不會畫成錢 對,現在可以畫那個餐廳 就是但那你進步。 當你剛剛這樣說 它的透視點、消失點有可能是橫的,也不一定是直的嗎? 沒有,消失點一定是橫的啊 就是水平線那一定是橫的,它不會是直的 那是水平線嗎? 那你剛老師都說它的消失點是這樣,那有的消失點是直的嗎? 消失點的那條消失線一定是橫的 一定是橫的 那是消失線 那是線 那是線 那是消失線 那個地平線的那個消失點一定是在地平線上面 那個消失線 是指平行的消失線 它會因為你的東西的方向性會有所不同 那個變化度會還蠻多的 那我們在畫的時候其實不一定要畫到很精確 因為你畫到很精確 它其實反而會比較死板盤的 那通常我們會稍微誇張一點或是怎麼樣 因為我們要求的是美感,並不是要很精準 他們在做畫那種設計圖才需要精準 可是我們是要畫得漂亮 所以有時候你稍微誇室一點 稍微誇張一點 其實是很OK的 不需要去抓到 例如說我好像會 可是你看起來是順的 可是它稍微有點變化度 反而是最好看的 它會跟我們在畫真正的那個 就是建築 像建築圖那個是一定要很準確的 因為那是施工圖 可是我們不是 我們是畫好看而已 有時候你誇張一點或是怎麼樣 其實反而會還蠻不錯的 這樣天空我就不留很多 我就留一點點就好 甚至不要也無所謂 一瞬間 可以做到這裏嗎 你可以做到這一裏嗎 所以他可能會看 他就能讓它來 整一個 超穩的 第二部分 又衝的 超級人 很醜 等一下我們也是 水的部分會先把它燃起來 再去畫上面的這些變化出來 我這邊把它切到這邊 那我們第一層也是稍微先做個運的 把它燃起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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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